2019年 香港面对国家安全的严峻的挑战 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 在街头上 暴徒破坏社会继续 瘫痪交通 公然袭击执法人员 甚至放火 焚烧不同意见的市民 令香港社会暴力风气蔓延 在议会内 反对派议员 在立法会公开表示 企图透过所谓35家的选举 实行南朝时布局 企图以占大多数以席的优势 主导立法会 再无差别的否决所有政府预算案 令行政长官辞职 以及政府停摆 他们更希望 人大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激发街头抗争和留学事件 最终引入外国势力 对我国实行政治和禁制制裁 他们简直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 凡此种种 都严重危害了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反映出当时在法治上有漏洞的香港 成为了国家安全的缺口 我们香港自身的繁荣稳定 也许岌岌可危 十分高兴 中央果断行动 在关键时刻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 堵塞了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发挥了立竿见影的功效 真正是香港的定海神针 再加上中央对症杀药 若是推动一连串完善法律制度的重大举措 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街头暴力挤进绝机 香港法治和社会继续重回正轨 市民的权利和生活安宁得到保障 在此我非常感谢中央果断出手 行使权利为香港解困 令特区重回一国两制的正轨